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经夫子住 第37节 7000人大会 到了1961年底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主持纠左仿左 调整政策工作已经出现成效 全国的大饥荒高峰已过 经不起饥饿的数千万人已经死去 整个局势已趋于稳定 痛定思痛 需要继续放松管制 缓和矛盾 安抚人心 刘、周、朱、陈、邓建议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总结惨痛的经验教选 确立今后的路线方针 毛泽东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个甩脱相公 习惯于独断专行 这回他却拗不过刘少奇他们 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大崩溃 于1961年1月 把全国2200多个县份的主要负责人都请到北京来 加上省、地、市、中央机关及同一级别的重点工矿启事业单位的常委一把手 总计为7000余人 称为7000人大会 刘少奇说 要开成一个出气会、输心会、团结胜利会 毛泽东看在眼里、明在心里 自己手中的同僚大人 总是有他的一套 治国其家都日渐显得比自己高明 其实 在中央机关 却有一批深知毛氏为人心性 品德学养的秀才 他们在蠢蠢欲动 以各种明的暗的 半明半暗的方式 再放出各种信息 刘公 党心、军心 民心、现在都是请毛主席体面退位的最佳时机 不去庆赋、鲁南卫乙 庐山会议本来是个好时机 但错过了 这次再不抓住 时不再来矣 刘少奇却要坚持他的修养 他不能带头反毛 别人反毛 轰毛下台 让他来收拾局面是可以 他要光明正大 赵章出牌 他要发挥集体领导的智能和力量 来制约毛泽东的为所欲为 同时 他和恩来、陈云、小平 包括朱总司令 也都是相互防范着 拧不成一股劲 而且大家都自觉的不过问军队事务 不过问康生、谢富志的内务系统 免得毛泽东多疑 他们都心存侥幸 经过一年大跃进 三年大饥荒的惨痛教选 毛泽东同志该会听得近不同意见了 该不再头脑发热 该不再把国民经济 天下苍生荡而戏了 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工作报告 强调农业要退购 工业要退购 各行各业要继续贯彻整顿 充实、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 切实保证学术自由 造成一个既有纪律 又有自由、人人心情舒畅的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则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完善民主集中置原则的重要讲话 捎带着又做了一次闻过是非 避重就轻视的自我批评 提倡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 重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 然后大谈一通 一个礼把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的同志哲学 言下之意是他虽然犯有错误 但仍是一个好汉 是一个诸葛亮 其他的人仍是臭皮匠 七千人大会人多嘴杂 分足讨论 议论分云 一个重要的话题 要不要替反对大跃进的鹏、黄、张、周反党集团平反 要不要替全国范围内的上百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 结果达成中庸之道 给地、县 设三级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部进行一次甄别 恢复党籍、重新安排工作 至于省级和中央机关的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 包括鹏、黄、张、周四人在内 先改造他们的生活待遇 政治甄别仍要放一放 以免造成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大翻案 党中央将另行召开专门会议 重新审查鹏、黄、张、周四位同志的问题 真是层层设防 拐弯抹角 用心良苦 顾全了毛泽东的面子 就是顾全党中央的面子 顾全党的团结 庐山会议上 谁没批斗彭德怀 光是毛泽东 柯庆师、彭真、康生诸位就批斗得起来 党中央人人都有份嘛 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报告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反应十分热烈 毛泽东甚至深入到每一省区讨论组去接见地 县是三级的干部代表 跟每一个人握手 集体照相 几天下来 他的手指都被大家握中了 刘少奇的大会报告却十分赋予感情色彩 通过近两年来的经济大整顿 他跟各大区 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 及毛泽东所称的各路诸侯 建立了融洽、信赖的工作关系 微信如日中天 他坦诚全国三年灾害 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是全党在经济工作上犯下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恶果 他坦诚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大饥荒 饿死了数千万计的人口 我们愧对祖先 尤其是愧对人民的信任 他说 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错误 绝不允许这些错误的重演 我们甚至应当把我们所犯的错误 沉痛的教训 课程碑文 立在每个公社门口 县委门口 立在每个地委 省委的门口 甚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 让子子孙孙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教训 刘少奇是个讲究修养 置身严格的人 这次却也真没给毛泽东面子 七千名与会者对于他的报告 报以长时期暴风雨式的掌声 多数代表感动的热泪盈眶 高呼党中央万岁 刘主席万岁 又出现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这回 刘少奇再没有手捏两把冷汗 而是安之弱速了 毛泽东却是如此耿猴 如忙在背的难受 但他不动声色 在主席台上跟刘少奇热烈的握手 跟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一一握手 道辛苦 象征着党中央的坚强团结 他甚至对陈云开玩笑说 陈云同志 你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就有气 现在该消气了吧 我们已经下到沟底了 可以开始考虑上坡了吧 陈云抬了抬头 笑着说 我们还没有退购 现在还不能算是下到了沟底 大家都明白 国民经济情况一有好转 毛泽东的头脑又可能发热膨胀起来 刘少奇在一旁提醒说 陈云同志是党的经济专家 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的意见 散会后 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封泽园书房 才刀念出一句话来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张玉凤给他上茶 地烟 见他脸色不好 温存地说 主席 您说什么了 咱没听懂 一句成语 你不一定要懂 毛泽东心不在焉 他又陷入了沉思 绝不能给彭德怀一伙平反 应当开始考虑解决刘少奇 这个老朋友的问题了 他的党语已疯 再不谋划 就伟大不掉了 他一向已谦虚谨慎 任劳任怨的自我修养者称 可今天他 如果有人把我当成中国的斯大林 他将会扮演谁 他将会扮演谁